我覺得正式的場合男人的鞋子很重要 你覺得呢? 我覺得沒錯鞋子或者是 就是有一些小點綴 比如說accessory這些東西 對,accessory是很重要 你像藝人平常都是注重包包這樣有的嗎? 對,因為我覺得像Sunny講的就是舒適 然後也要有型嘛 那我覺得女生的話 我會比較想要走一些effortless的感覺 就是沒有說很特意去搭配這樣子 但是也不想要太樸素 所以我也是以飾品包包鞋子來做點綴 你有沒有覺得有什麼想要做的感覺? 嗯,one of the biggest designers,one of the most famous 紐約的,然後非常經典 嗯,對,我覺得她就是一個就是蠻有歷史 然後一個很powerful的品牌 然後我覺得她的style是非常的美國的風格 但是她近年來就是做ready to wear 做得很細心 然後也有就是換人一新的感覺 嗯,如果是長途的話我還是會穿休閒一點 但如果是比如說在這兩岸山地飛 我還是會穿正式一點點 因為有的時候在公共場所你也不知道會碰到誰 對,所以還是要珍視一點的 嗯,我也是就是覺得 我以前都會上飛一路就會很邋遢 可是現在就是開始工作的時候 我會特別注意穿著 然後也不能會亂搭配 因為真的會碰到人很丟臉 然後特別是在時尚圈 在時尚圈我覺得你還是要keep一個image 對 好,謝謝,謝謝